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真实性 就是他的真实存在 谢谢索达吉堪伯 佛教的六道轮回 实际上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 证明的方式是 世间上任何一个神秘的东西都是有几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叫做限量 就直接从我们的一眼耳鼻舌 就从六根直接去六经来接受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也是直接的一种接受方法 所以我们这种证明只要看到的舍法 听到的声音以及我们的相闻 所得到的法等等 就是六根六经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去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我们不能了知到的有些地方 是通过一种臂量 所谓的臂量叫做逻辑推理 西方自学认为它有大前提和小前提 最后引出来它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种比喻 通过一种你能所了知到的理由来 推测所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没有去过美国 我问一个去过美国非常可靠的人来认 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对境 但是我们通过它也可以能去到它的存在 第三种存在方法就是更隐蔽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科学的 包括一些光的存在 包括一些量子无理学的分子 原子 包括夸科的存在 那这些我们通过一种专业的认识 用它的智慧和用它的分析的结论来寻找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很多的一些科学专业的问题 非专业的人如果想了解它 得到它的话 始终是一种困惑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认识来说 比如说我们对光和速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恐怕没有任何知识的人不一定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你专门去研究或者推敲的话 对它来讲非常容易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刚才讲到六道轮回的事 印度有一个尊者叫做月城论师 他在他的著作当中也说过 六道轮回的存在 实际上并不是一般人所了知的 那意思是通过佛陀的无奇的语言来可以推测 那可以推测的时候它整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恐怕我们今天一说就马上能看到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先知道是佛陀所讲到的真理 无有其或自信 然后通过他的真实的语言来精细存在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一种 包括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的推力方式 以及除了人道以外的 我们现在除了人道还有出生道应该能清除 人道以外的像饿鬼道的话 恐怕我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做噩梦 遇到了一些非人 鬼神 这个部分都应该清除的 然后再下去地狱的存在和天人的存在 现在科学部分的 比如说外星人的存在等等 他们对部分的知识有所了解 但是不期权的 所以在这些关于因果方面 昨天美国的教授研究了很多年的 这个龙猛菩萨的观点 讲了一些因果的规律 他通过一个浅显移动的比喻 比如说一个苹果 然后用一支箭传出去的话 当时我们可能只看结果 但是它背后的因缘都没有看到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的人道 为什么有些人非常聪明 为什么有些人生来都是非常愚笨 他的前面的因 这个父母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生存环境都是一样的 但是两兄弟当中 一个人成为科学家 一个人成为非常愚笨的 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个前面有一种因缘 这个因缘佛教这边 恐怕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你如果要想知道的话 比如说 你要想 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原理 你要想知道 你至少要可能花十到二十年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专用的 俗语的 真正的 它的含义 同样的道理 佛教当中的六道轮回本来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要想知道的话 至少也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你去学习相关的佛教的 显宗和密宗的这些教理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佛教所讲的六道轮回 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 只要自己看不见都是不存在的 只要自己听不到都不存在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很多理论的依据可能我们还要去学习 这个时候你知道原来我们 并不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才了解它的其中的意义 好 谢谢 看部 你好 我是广东中山的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袁老师 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困惑 一个就是我知道上次才在这边办了一个讲座 就是我们关于我们佛教徒的这个社会责任问题 是吧 那么作为一个佛教徒 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马航的空难 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个地震 说起来 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天灾 但是有没有人祸的成分 那么对于我们佛教徒本身来说 对于这个动荡的世界 这么样一个残酷的世界 我不说残酷是青春吧 对于这个残酷的世界 我们佛教徒应该能够尽到我们自己的一点什么样的责任 你的问题呢 好 谢谢 问得很好 因为我们作为可能今天在这里佛教徒不一定很多 但是佛教徒也好 还有其他的老师学生 都应该要关心以后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个月以来确实也是发生了 大概三四个飞机坠落或者逝世 还有发生一些地震等等 许多不激励的一些战争等等 但其实现在的新闻媒体也非常的快速 像古代 像上个世纪的话 基本上在世界上任何事情发生 隔了很多年 甚至隔了几十年的话不一定 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现在网络信息太发达 所以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当下知道 因此我觉得 我们人处在一个无常的世界当中 出现一些无常的现象 这是一个规律 作为我佛教徒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不仅仅是马行的事实等 诸如此类的许多一些人的死亡 而我们在座的人的生命也是戒量不断的 也是一个轮着一个的 再过几十年 再过五十年 再过二十年的时候 这里一般的人 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们可能经常看别人的生命是无常的 但从来没有观过我什么时候死 我什么方式来死 这个问题有时候是我们观无常的太差了 而看别人好像很稀有 其实看起来只是一个偶然的 但实际上是非常必然的 不仅仅是被人的身上发生得如此的简单 甚至我们自己随时随刻都是有一个 面临着生命的威胁的时刻 只是每一个人应该要有一种无常观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其实现在应该对社会责任角度来讲 自己应该做一些应有的事 理所能及的 我也前一段时间呼吁大家 哪怕是念个经 作为佛教徒可以念个经 或者我们通过一种表情 昨天我们教育学院和博士他们也是让大家 关于这些世界上发生的很沉重的一些大的事情 我们也要去关注和关心 王冰华博士和他们都在这样呼吁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任何宗教和任何学派的人都在关心着 也是非常有必要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大学生 我们的一些学生从小都是要 给他们应该培养一种观念 我看到现在有个别的一些学生好像无所谓 他天天玩他的书籍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关系 实际上不是这样 鼎礼大案上师及诸位法师 我是一名老师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在台湾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在生前愿意将自己的身体 在晚生之后捐赠给医学院 供医学院的学生进行解剖使用 他们让学生在自己的身体上探索生命的奥秘 而学生们称这样的老师为无语良师 墨学也是因为学佛才知道 人在临终后的八小时特别关键 不能触碰他们的身体等 但又被这群特殊的老师所感动 请问上师 像这样具有大愿的老师 他们将身体供医学使用 会影响他们晚生吗 或者是愿力大于业力 能抵得住四大分离的痛苦 感恩上师 这种现象不仅是在台湾有 还有在其他的地方也会有过 我认为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不相同 按照佛教的观点也确实有这样的道理 是临终之前最好是他安详地离开这个世间 并且那个时候按照习惯来讲 或者是佛教徒的一些知识来说 人在临终的时候最好旁边不要人哭 也不要人在那儿做一些不太如法的事情 同时大家都是应该用一种清净的咒语 清净的诵经声音当中让他安详地离开 这是对死亡者来讲也是一种解脱和超越 但有些人有两种说法 有一些人他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不一定承认 他还有一个灵魂慢慢地要离开这个世间 并且前往清净的刹土而往生 所以在这种人他自己的价值观下 他临终之前将自己的身体浮现给医学者 这也是没有不可以的 我看到有些人因为他离开的时候遗嘱的不同 包括家属 医院以及科学实验者 甚至有些也需要做一些 用一种移植资源等等这方面的争论也相当多的 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个佛教徒 他自己也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和安排 也有佛教徒当中他不顾自己的这种来世 将把自己的所有的身口医很有可能 像该奉献的这种地方去献给他们 去奉送给他们也有可能 就是这种现象 好的 继续 你好 上师 我是广州的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 我爸爸现在是一个鼻咽癌的状态 已经有四年了 然后我妈妈是忧郁症 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老公也是一个精神问题的分裂症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我奶奶也是在躺在病床那里 我身边太多这种病人 我知道我可能是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刚刚在学佛 我很想去帮助他们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包括我现在自己的生活是很头疼的 我现在是很有才华 很有文化的人 然后我看到他这样的样子 因为他是读大学的时候 刚好高中的时候有个病情的步伐 就一直到现在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他的病情的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他是一样 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得这个病 但是我已经生了小孩 小孩现在已经三岁嘛 我现在一直 就是刚好也是今年 也是今年的一个事情 我今年的话呢 也是刚好进入佛门去精修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没学佛的时候 我觉得家里还是蛮温馨的感觉 学佛之后呢 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就是 也是就是给我一个修炼的过程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很痛苦的 包括家庭很多的一个原因 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问题我不能跟谁说 包括我自己的娘家 我一个人不敢说 包括我爸妈妈 我真的不能跟谁说 然后这一次很感恩很感恩的 然后我就能见到上师尼 非常感恩很感恩 这样啊 我们在光阔无垠的轮回当中 每个众生的业力确实是不相同的 说到业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人一定要小心 谨慎 所谓的业呢 我们世间当中经常有命运的说法 但这个命运学家 他认为是今生当中的一种命运 他并没有对前世的进行分析 实际上佛陀有一句话 欲知前世之 了知今世时 欲知后世时 今生作者时 有这么一句 意思就是说 即生当中我做的什么事 前世我做了什么样的事呢 我知道今生当中的事 我将来变成什么样呢 要看我今生当中造的业 这句话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普通的语言 但实际上非常意义深奥 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 所谓的因和果很重要 它叫做因和愿 你们知道这个概念 那么因很有可能在前面 愿就是今生当中的造作 比如说我们的种子 任何一个粮食的种子成为是因 阎光和水分土壤成为是愿 虽然阎光最让土壤对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最根本的因在它的前面 这是一个因果的一种规律 而这个规律我们都不可否认 否则的话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发财 但有些人的努力是实现 有些人的努力是不实现 我们可能只看到这个缘的部分 而没有看到它的因的部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你的家庭的问题 你现在看来可能自己家里有很多的病人 跟其他人不相同的 但我从非常明确的道理来说明的话 你一家人就可以推斥 前世共同照顾这样的业 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开始吃一些动物 一起去吃 那即生当中我们一家人都会痛苦 我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些饭店 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家人都在吃 那个时候我就很惋惜 很伤心 即生当中他们开开心心地造恶业 但是来世苦苦其其地感受恶果 非常可怜 所以这是应该可以说 我可以坚决去决定地说 它并不是因为你的学佛 如果学佛成了一种 你的家庭或者生病的因缘的话 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佛教徒 他们的家庭都不是这样的 你身边有多少个人学佛都不是这样的 只是人们有一种愚痴的道理 对他进行推价 我们都不去理他 因为他不懂这个因果的道理 所以这不是因为佛教的原因 或者因为你即生当中的原因 它的根本的原因 你一家人应该是共同造了这样的业而形成的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很有必要 有些知识分子还要去管一下 现在很多人只看缘不看因 如果所有世界上的规律都是 只是一个缘的话 那它的因都不需要 我们因和缘的名词也不需要 按照佛教的观点当中 因有很多种 比如说金曲因 还有巨神因等等 缘也有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在这里不一意解释 因此这方面你要更加对相亲因果方面去进行思维 当然你现在面临着的这种生活 我觉得世间上的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情况 你今天可能是家人都怎么样地 成立在一种痛苦当中 人因为有钱 有势力 什么兴盛的时候 亲朋好友全部聚聚而来 人一旦自己的势力 家庭状况都不好的时候 甚至你最好 最密切的人慢慢慢慢离开 这是人情的一种规律 但是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 也应该要坚强地活着 也要努力下去 这样下去的话 一般来讲任何一种生活的痛苦和困难 都有一个进度 都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甚至我们佛教的一些团体的话 我觉得在佛教团体当中 如果一个人受到一些家庭的痛苦 生活的痛苦 很多佛教徒会帮忙的 在其他的群体当中恐怕不一定有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很多佛教徒会关心你 会帮助你 应该我们会坚强 如果是我的家里面发生这样的话 我就不会感觉这是前世一起造业的 我们好好忏悔 尽量坚强地要活下去 坚强地要该做的事情做下去 这也不算什么 比地狱的痛苦 比饿鬼的痛苦 应该快乐多了 也没有什么 上师 您好 请您先喝口水 辛苦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现在算是一个素食者 但是其实我想让身边更多的人吃素 但是有时候特别艰难 怎么样才能有更多的智慧 请上师 这是 素食主义 怎么有智慧 好像你都哭起来了 为什么 这样啊 素食主义应该很好的 但是我们昨前天香港教育学院 很多学生吃素 听说有一个学生因为五天没有吃肉 晚上做梦一直是吃肉 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类长期以来的一种讯息 其实素食应该对我们整体的人的 培养善心方面很有帮助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一般爱吃肉的 这些动物也好 这些人他们的性格都是很爆炒的 包括一些猛兽 像所谓的狼 狗 他们都有爪子 都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性格 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 我们即生当中特别爱吃众生的肉的话 那么将来我可能变成人的时候特别霸道 就是一种恶劣这样的人 如果我变成一个动物的话 我不会变成非常慈祥的 吃草的 像野兔 像牛 像这样不害其他众生的 有提子的 这种动物不会变成 我们从前世 今世和轮回因果的观念来讲 吃素非常重要 从我们今生的健康学教都讲 因为健康学教都讲 如果吃的肉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胖得厉害 所以现在很多美女喜欢吃素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还是喜欢苗条 喜欢长得比较漂亮 这也是跟素食确实有关系 我原来问过一个人 我说吃素怎么样 他说 我如果吃肉的话 每天吃一斤肉好像胖一斤一样的感觉 胖得越来越厉害 但后来吃素之后 一是身体的高血药 很多的心脏病这些减少 二是我自己身体非常轻松 心里没有压力 现在的很多医学也是证明 尤其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很多人 他也不想众生的痛苦 但是从自身的健康和自身的心情 各方面培养的目的就是吃素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增加智慧的话 就是有一种方便方法吧 我觉得佛教里面讲三巧方便 现在有些佛教徒 有些老师 我觉得没有三巧方便 他想什么就开始做 想什么就说什么 不分环境 不考虑领导 不考虑场合 这些做事情是最后不一定很成功的 佛陀在佛经里面讲用母亲养子的一个比喻 本来是医生给孩子开一个药的时候 这个药很苦 直接喂给孩子 孩子不吃 后来母亲什么样呢 母亲把这个苦的药涂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给他喂奶的时候 慢慢慢慢这个苦药跟自己的奶配合在一起 让他喝了 这样之后孩子的病都会好的 佛教当中跟我们讲 我们要帮助别人 度众生 让别人吃素的话 应该是用这种方法 三巧方便 不要一下子 现在有些佛教徒特别狂热 在任何场合当中 甚至看到坐火车的人 你过来给我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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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做法太狂热了 反而起到一种厌烦性 吃素也是这样的 虽然有些人根本不想吃素 他很想吃肉 而且吃也是活生生的肉 我听说有一个人 他每天都是吃青蛙 而且这个青蛙一定要 他用自己的亲手来拔他的身体 然后一边拔 一边活生生地吃 那这些人已经习惯性的 他的前面还有一个 他自己个人的业力在里面 我们很强迫地就要说他的话 恐怕是很困难的 所以佛经里面讲 慈悲的母亲要治孩子的病的时候 她有智慧用三巧方便方法慢慢慢慢 只要把这个药逐渐逐渐它吃了 最后它的病好了就可以 所以很多人应该要有一种智慧 但是这种智慧可能需要学习 现在很多佛教徒不学啊 不知道香港怎么样啊 香港的佛教徒 我五年前来的时候我有点不高兴 我说我接近十多年前来过 但是有个别人没有进步 后来听说很多人给我辩论 你怎么说的不对啊 我还是有进步啊 你十五年前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修佳心 我现在基本上修完了 基本上已经修了十七年的佳心 还没有修完基本上修完了 就给我辩论的人 不知道今天在不在 所以我们香港特别修 有些佛学爱好者 我们现在 佛学是一个教育 它不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数遍上的一个简单的知识 你是一个学佛的 你是一个佛教研究者的话 那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去学习 我看到很多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这些人 最近我们在研讨会上面接触的 其实他们有些人花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来潜行学习 潜行研究 到藏地 到汉地 到各个地方去研究 也就是说 学习佛法对他来讲 是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来抓 而不是我们个别人 只要开一个法会的时候 拿一个红包 拿个传经论 到哪里去 平时也不学习 也不看书 也不好好地去 这种是完全成了一种形式化 所以我们现在佛教徒 存在的一些形式化的问题应该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 所以佛教徒把自己的佛教很神秘的 深深的智慧会推翻 这个推翻者并不是唯物论者 也并不是其他的宗教 就是我们佛教徒 自己的行为很盲目的 有些人连世间的基本道理都不懂 世间的基本高尚的人格都是没有 那这样的人如果成为佛教团体的话 别人都知道 所谓的佛教团体 如此的迷信 如此的迷茫 如此的愚痴 大家都会这样想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佛教团体应该要一种长期的教育 学习不离开 我特别佩服我去年去了一些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学校 那里面的很多教授 他们学习的这种精神 我作为一个多年出家的一个藏地修学的普通修行人 我都很惭愧 我觉得是他们花这么多的时间 有学习了我们不同民族的语言 有真正花那么多的自己的人力 物力 财力 甚至跟自己家庭的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都是暂时放下来 到一些地方去真正学习 而且学习的态度非常严谨 具有科学性的 甚至我们就像英明学 中观学 这些都是已经学得非常好 可是我们有些佛教徒已经皈依了多少年 皈依了十年 二十年 现在让他解释一下 基本的皈依三宝的理念 他还忙忙动动的不知道 出于一种迷信 所以文革期间 我们所谓的迷信 应该说是非常凡难的词 但现在我们没有解决的话 这种迷信也在发愿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些教授也说了 说迷信从拉登美洲一直到日本 后来中国在这边大量的很多人 宗教是迷信 宗教是鸦片的 其实现在从某个角度来讲 官方没有这样的词 基本上没有 可是我们佛教徒自己的行为 导致有些非常不如法的 不合理的 佛教也不是 其他宗教也不是 这种现象可能佛教徒自己看到以后 也应该值得制止 每天都是求一个保佑 求个灌顶 求个加持 到底不知道 你这样抹了有什么用 这样灌了顶有什么用的 特别爱喝的 爱吃的 每次都是要举行一个仪式 其实仪式需要 儒教也说是 仪式的背后有它的历史和价值存在 但是仪式并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我们要懂得佛教的真正教育 这就是我给佛教徒有一个建议 大家可能要去虚同地去学习 要花一定的时间 否则的话 我们自己都是搞不明白 就是自己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人 好 谢谢 索达吉善师 你好 我是来自东莞的盘倩倩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的智慧不够 然后我哥哥也是一位知识分子 然后他经常跟我讨论一个问题 因为他看到我喜欢学佛 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 历代历朝的皇帝 都是通过宗教来统治国家 社会的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学活的话 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我生生叨叨了 就说吃饭前会供养善师 然后不准吃的有剩饭或者什么 可能我智慧不够 然后他们会说 你们这样子搞得生生叨叨 咪咪咪咪咪咪咪的 就好像 好像就是说 别人不这样子做也没有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说的乔布斯嘛 乔布斯十几岁就到印度去长修了 然后他一生中的福报应该也是很大的嘛 造就这么大的苹果王国 可是为什么他五十多岁了就 癌症就离开人世 然后我都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身边就是朋友 他们评纪我学佛 他说你看他是学佛者 为什么他五十多岁就走了 癌症走了 而且他一生都在吃素 我就希望善师加持我 让我更有智慧去 回答我身边这些贫瘠我的学佛朋友 还有我的哥哥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哥他是一个公务员 也是个无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无神论者 他有看星云大师的书 但是他是因为公务员 他因为爱我 然后可能放下了口液 就是五无见罪 半佛罪 所以我 我今天就觉得我很心切想要问一个问题 我怎么样才能赎救他 我很担心我的哥哥会下地狱 谢谢三师 这样的 实际上你哥哥也是很好的人 我刚才讲了佛教徒如果吃饭也好 走路也好 在不太适合的场合当中最好不要生生达达 刚刚讲完了 应该再选择自己的场合 选择自己的行为 只是需要善巧方便跟智慧 然后关于他对乔布施的生命问题 我觉得这个跟学佛没有什么关系 跟他的创造苹果也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因为我看过他的传记 因为乔布施刚刚死的那一段时间 有三种不同版本的传记 我两个大概都看了一下 当时在中国各个地方 我听说英文当中也非常多 各个不同的版本就开始写 但是我当时从他的传记当中看了 他觉得他每天都应该当作是最后的一刻 他刚开始得癌症 后来他中间还了两年 后来又死了 从过他的传记看 乔布施离开他自己愿意的 不是什么他很不合理的 因为他把自己生命已经当着这样的 也有可以这么说 他已经给人类创造这样的一种方便 这就是一种他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人活着不一定是生命很长的 如果生命很长 活得没有什么价值的 整天都是造业的 整天都是很痛苦的 诽谤别人的这样的人 活着也是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的生活也很有意义 巧不是的 而且我自身来讲也是活了五十多 应该觉得还可以 漫长的了 这生命不是很短的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跟哥哥 他也许对你很好 但也许他是什么其他宗教 他没有信仰 这就是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我们没有必要去 非要让他学 或者他的一些不同的行为和见解 我们没有必要背道而辞 我们尽量用一种方便方法来损损别人 这是作为一个 你也是作为他这样的人 有必要的时候应该损损他 但是根本上你的见解是不能跟他 可以说同流合污吧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谢谢坚布拉尼的演讲 我叫何干琳 来自澳大利亚 就是青春时期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些困难 好像也不分东西放 然后如果说是导出世界各个地方的年轻人 都会遇到这些迷茫的问题的话 其实这个应该就说明他们的处理 生活当中的必然的问题的智慧 使他们的家庭和世俗的教育上是得不到的 那么你这么多年下来都去了不少的中国大陆 和藏地的一些学校 对这些地方的年轻人的根基比较了解 你有没有想在现在的初中和高中教育 添加一些个人成长的一些课程有必要性 然后如果让你自己去设计这么的一个课程的话 你会想针对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具体的年轻人 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你觉得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 最需要学会的一些桥决是什么 你会添加什么样子的一些具体内容 谢谢 你说的应该是很对的 好像东西方的很多年轻人也是有同样的价值观 他们所追求的也是同样的梦想 但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 他们在梦想跟现实成为一体的时候更加迷茫 就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那么这个很需要我们世界的关注 和很多教育界的人的关心 这是离不开的 因为现在的教育模式 不知道你们以前听过没有 有一个北大的教授 他说现在北大正在培养一个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这个是很出名的一段文言 后来包括日成刚他们出世的时候 他们有些记者也是说过 当他们采访他的时候 虽然他有这样的才华 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当中 他在一个年轻人的群体当中 他可以说是一种才俊 他的才华 智慧 包括是对人的戒人 戴物等 这些是非常懂的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他到底的价值观在什么样 正因为这样 可能我们跟贪婪 还有我们实际生活的梦想 最后成了一种反差 一种逻辑 之后出现我们现在社会当中 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太好的信息 出现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那么归根基地 跟我们的教育有自己的关系 但这种教育的改革 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佛教徒的呼声 更重要的可能是 大家民众的一种合理的建议和诉求 逐渐逐渐跟我们的下一代 从他的思想上 行为上慢慢慢慢会有一种改变 当然对我来讲可能不一定有这种机会 有一些机会的话我从现在开始要求他们在学校里面 应该以传统文化为主的话 像弟子规还有佛教的慈悲观念 大乘的慈悲观念 我们现在在藏地个别的一些中传和大传当中 在学习《入菩萨心论》 培养出来的这些包括它是也有老师的 也有公务员的 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非常愿意或者建议让很多的学校 在学校当中不但要上一个知识的课 我们是教授与人 现在只有教授的层面 但与人的层面比较少 要与人必须用德语来开始培养 而教授只是一个书本上的知识 我们现在的很多教育当中只缺少与人两个字 因此我们也很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 传统文化的弟子规以古代显现的这些教言 同时大乘佛教的有些教言在学校里面推广的话 那他的心态有着很大的变化 那这样之后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我们将来 对整个各个国家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利益 好 谢谢 刊布 非常感谢您 我是中文大学以前的毕业生 我想请教您一个关于契机的问题 就是现在密宗以及禅宗还有净土宗 应该算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其他的华人的地方 还是比较流行的几个大的宗派 那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对于不同性格 或者对各个宗派可能什么样的人 更加弃基于这一个净土宗 或者禅宗或者密宗 想听听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我觉得密宗 禅宗 净土宗这三宗 在现在的汉地来讲应该算是非常兴盛的 但将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也有更加兴盛的趋势 而且将来的世间当中兴盛的方式跟以前不同的 以前很多信仰佛教的这些人可能年龄比较老的 或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挫折的这种人比较多一点 而现在信仰佛教的人应该说是在高等院校里面的 许多大学老师还有在各个政府 官员层次当中有一定势力的人 还有在一些企业和商业界有一定威望的人 他们的信仰并不是盲目的信仰 他们是通过智慧寻找真理 最后发现真理 这种宗教和信仰是一种确定和确认来进行信奉的 因此我想在将来的整个趋势应该是 信仰者是越来越多的 但这样多也很好我在《仓库才是青春》前面的前言当中也讲过 我说以前很多老年人认为学佛都是老年人的事 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在学 但我的希望很多年轻人 你在生活当中没有遇到很多挫折 没有遇到许许多多的一些默念之前 遇到这些道理的时候 也许对你的生活有着特别明显的歧视 因为你已经成了 哭不开眼了 已经变成了血淋淋了 那个时候你就遇到了 也是可能觉得有一种惋惜 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多人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接触 那关于你刚才所问的禅 经 密 三个宗教的修行方面 就像以前在经代的科学家 黄连祖居士 其实他是既修密宗 优修禅宗 优修净土宗 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看过他的一些专辑和他的一些观点 应该是非常好 非常圆融 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包容的 需要一个大家共同维护的 需要一个求同存异的 这样的社会理念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因此我也在这里希望 现在的心事应该是很好的 我二十年前来到香港的时候 香港和台湾对净土宗的一些信仰者比较多 密宗也有一部分 但是经常密宗跟净土宗有一些冲突和矛盾 但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我希望我们很多 不管是学净土 学密宗 学禅宗 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不同而已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全是四地法门 那这个四地法门 密宗 宪宗 宪宗 宪宗当中的净土宗 禅宗 天台宗 以及花园宗等各种教派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 大的原则上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不看一些重大的四 一个很小的 很没有值得必要的地方去互相争论 你如果对密法有信息 你好好学密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抛弃净土宗 我们密宗当中有那么多净土宗的法门 你如果信仰净土宗 也没有必要诽谤密宗 现在有个别的 专门一些天葬区域的 断藏区域的 各种一些密法里面的道理 这些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密法 然后故意来 这种情况是非常无聊的 非常可笑的 你如果有本事的话 密宗有任何一个道理 你觉得不合理的话 我们藏传佛教的密宗特别喜欢辩论 所以你开诚不共的 你就可以说 这里不对 那里不对的话 那很容易的 这是因人而解的 而没有必要 有些是有目的的 有些有其他目的 这些不说 有些是很无聊的 很愚痴的 有精神有问题的 有些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值得团结和和合 这样之后 对自己的修行解脱非常有帮助 因此我特别希望 我们很多佛教徒 包括我们刚刚开完各宗教对话 我们现在各个宗教徒应该 佛教也好 天主教 基督教 以及伊斯兰教 还有我们的儒教和道教为主的 世界上的各个宗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们要维护这个世界 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也应该了解一下宗教 因为我们人类文明当中的 昨天有些专家说 我们世间上的文明当中的知识 现在大学里面只有五分之一 古希腊哲学的 科学的部分有 其他的印度哲学 佛教的哲学 以及古罗马的哲学等等 这些都是根本没有了解 这些话说的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道理 因此我们大学生 你不要认为 我现在大学毕业了 我整个世界上的 所有暴露网上的知识全部无与通达 我这个人大学毕业的话 那我的肚子也很大的 我的缺位也是很大的 我的名气也是很大的 不过我的文明上是大学生 其实我们不大 我昨天遇到一个名人 他自己很低调 说 哎哟 其实我们也是个普通人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偶尔的因缘 遇到了这个名 又有这个名声而已 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烦恼的 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 我们很多大学生和大学老师 应该要低调一点 不要傲慢 不然你大学毕业 如果真的大的话找不到工作 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我们小 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时候用一种谦虚的心 寻找自己的人生当中 所需要的真理的话 那应该会如愿一场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索达集刊部的精彩演讲 以及现场的问题解答 下面有请香港中文大学学余教授 为索达集刊部郑寿纪念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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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